人活在世上 總有天看見 滿夜燦爛飯食鮮 血主同行 關切人群 成就各個大能似福的萬世 恩雨同路人 歡迎收聽恩雨同路人 我是Selena 今天跟我們聊天的嘉賓就是林淑蓮Soy 她曾經是香港商業電台一台的節目監製 亦是節目主持人 她在上一次訪問中 已經跟我們分享她在傳播媒介的體會 在今集訪問中 她會跟我們分享她在2007年移居到加拿大後的經歷 謝謝大家 其實在香港工作一直都做得很好 有些成績 你自己也喜歡 但為何你會決定去加拿大居住 這也是事業與家庭能否並重的問題 其實我結婚的時候 一直都有為我先生去祈禱一件事 因為我先生是做醫生 她稱為地盪醫生 即是自己開店 在深水埗開店 她的工作時間很長 星期一至日 只是放半日假給自己 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健康的 大家都明白 在SARS之後經濟狀況很差 韓國業都一樣辛苦 我真的覺得 你這樣做 其實對自己的健康 對家庭 後來相信主 所以知道 這樣的生活模式 其實是不成功的 我就默默為她祈禱 最好可以有份新的工作 而這個工作是令她可以給你更多時間 更多時間她自己 更多時間給家庭 我記得祈禱了兩年 家庭在加拿大 她也申請了一些工作 在加拿大 成功申請了一份工作 就是去到安省Kingston 京士頓這個地方 做家庭醫學的助理教授 一份非常好的工作 一來她喜歡教醫學生 二來是一份穩定的職業 不過我從來沒有想過 神為她開的一條路 是要我飛這麼多公里 去到另一個地球的另一個角落 所以在那時候 其實我也很大掙扎 我先生很想做這份工作 而我自己在祈禱裡 我也知道 這是神回應了我的討告 而我相信對我的家庭是有好處的 不過我要走 就要放棄我一切的事 放棄我用了六年時間 兼職的時間 讀了中醫的課程 我是報了名 宣了誓 八月要考試 但六月我們就要離開加拿大 因為她七月就會上班 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決定 在約書雅記裡 有一句說話 就是你要光強壯膽 無論你往哪裏去 耶和華必與你同在 那既然她告訴我這句說話的時候 我就深信 無論我往哪裏去 她一定與我同在 雖然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是很去過加拿大的 就要來一個這麼陌生的地方 我就靠著 就是信心去走上這條路 但那條路也是很崎嶇 但是今天我已經可以說走過了 但你會不會有時候都會想回 哎呀 差過一個月我都考不到那個事 如果我考了我可以看證 做中醫師 你會不會有時候 久不久都會走出來 花了那麼多時間 金錢 心機 去讀的東西 為何原來 埋門一腳是可以沒有的呢 畢業典禮都無法飛回 因為我剛生完寶寶 我沒有理由扔下 我那個幾個月大的寶寶 回來 整天都是提示我 究竟你選擇家庭 還是選擇你的事業 或者你的成就 神告訴我 其實我真的要看家庭 真的是 Kingston 教會的弟兄姊妹 她跟我分享 其實我們真的要學習一種信服 就是神在這個時候 放在家庭的位置裡 我就是要做好媽媽 做好太太的工作 真的嘗試放下自己 學習信服 經歷了這麼多年 我回頭看回的時候 其實我陪我孩子長大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而我小孩子 其實她出生之後 四個月 她已經開始有很嚴重的濕疹 嬰兒的時候已經開始 除此之外 她有鼻敏感 還有嚴重食物敏感 她有花生敏感 果人類的東西 都是不能吃的 所以我又明白 我需要更多的時間 去照顧我的孩子 照顧我的家庭 其實剛才你也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你去那個地方叫Kingston 在多倫多附近 但也要駕駛 三個小時 是的 一電視間車 其實那裡相對 多倫多是沒有那麼多中國人 是一個主流的社會 其實你最初去到 你難不適應 絕對難適應 我記得第一天 去到的時候 吃的東西全都是債食物 就會覺得 一碗湯麵也沒有 一碗濕口的東西也沒有 很少患的人口少的話 就不用只有患人超級市場 很少講中文的人 就算我遇到講中文的人 大部份是講國語 普通話的 還有一個七百萬人的城市 去到一個十一萬 當時十一萬 現在我看過 Kingston是十三萬人 又多了些 那裡是歐洲裔的人 會比較多 所以以英語為主 所以我的英文 很多年都是中文傳媒 講習慣都是廣東話 所以真的很適應 跟我先生不同 我先生在外國讀書 所以他的英語比較好 所以什麼都要由頭學起 我又不懂駕駛 這件事就好像沒有了腳 要直照自己駕駛之後 才覺得自己重新有腳 可以到處去 我記得試過 在冬天的時候 一個星期 除了回教會 那半天 是出過街外 一天都是坐在家裡 因為下雪大雪 連外面去公園都去不到 我真的覺得第一次嘗試 什麼叫軟感的滋味 所以那時候 是有點抑鬱的 有些抑鬱的 那時候你還是要生嬰兒 那眼力更加大 而且因為我沒有親人 沒有朋友 在那時候 社交媒體還不太流行 2007、2008那些時候 不會懷疑 有很多WhatsApp群 隨時可以聯繫朋友 還有家人 還需要打電話 IDD 雖然已經便宜了很多 所以快報時差 也相差十二、三個小時 你未必可以這麼容易 找到人跟你聊天 而且移民過來的時候 你也不想你媽媽很大 很擔心 原來你來到這裡這麼慘 這麼不適應 對呀 唯有什麼呢 就是向我的天父 向我的天父祈禱 去書法 以及在教會裡面 一些大兄姊妹 其實你那時候 你一直在那三年裡 當你寶寶出生了 都結束了一些 其實你會不會 仍然都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什麼時候是時機出來做事情 對呀 也有的 經常有些朋友會說 不如你考中醫牌 那你出來做事情 因為我想很難在這裡做傳媒 即是Kingston 有一個比較小的城市 其實工作機會都不是那麼多 就算讓我考到時 重新再讀書 其實我發覺 當你家庭有了孩子之後 要把書包了一段日子 再讀書 是一點都不容易 還有我是要考英文 就是做這件事值不值得呢 我覺得以做媽媽為主的時候 我覺得是做好媽媽這個角色 還有陪伴孩子一起讀書 甚至是他們回學也好 在學校做Volunteer等等 我覺得 至少知道他們的學校生活是怎樣 我就是跟他們一起去Field Trip 做Volunteer等等 兒子的同學 其他的家長 有了這個群體其實很重要 當中有很多都是全職媽媽 某程度上 他們反而給我很多信心 為什麼我兒子會這樣 是不是我搞得不好 等等 他說你最清楚你的孩子 你會知道應該怎樣去教他們 即是他們會給我們一些信心 好好的時間 給我在人生中另一個學習 另一個成長 我沒有忍耐 還留下每一個行程 浮沉在腦海中有你 歌聲裡難逃避 一月變改多少弄情 來來去去漸漸放棄 心底裡 無數愛曲 陰魂 短短有情 每一刻 那一天使 偶然 遇上一曲 疏心已回味過程 也思情 面對幾多 面對幾多 驚與喜 那一刻是 真摯 奉獻信心 高個千篇 榮耀我主 心括號 獻善美 雖然你不可以看症 但你也有那個知識 你會不會用到這些知識 去幫助其他人 是呀 教人煲湯 教人煲湯很重要 因為我說我不開藥 因為這件事是要你一個有排的醫師才會做這件事 但食療 怎樣煲湯 就可以教人 有時可以幫助其他人 而且在教會 尤其是我們現在搬到屋泰華之後 多些講廣東話的群體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都很歡迎一些 講健康資訊 我先生是西醫 所以很多時候都講一些西醫的健康資訊 我亦都可以分享做一些中醫的健康資訊 教人認識一下不同的食材 其實有很多食材是可以做藥材的 煲些什麼不同的時令 煲些什麼不同的湯水 什麼叫進補呢 那些人經常覺得吃補品 就是其實吃那些很名貴的就是補品 其實補是很多一樣的 補氣補血還是滋陰 是不同的 所以我就會把這些中醫比較基本的 一些概念去告訴他們 講一些比較實用的東西 甚至在現在 有很多新來的香港朋友來到的時候 我們就做香港人事工 其中又很有趣 有些人介紹我認識一些 來到這裏懷孕 第一次生嬰兒 有沒有那個家人是在的 對 和你一樣 對 和我一樣 所以我更加感受到他們那種感受 所以就覺得很想可以幫助他們 我開了一個WhatsApp Group 就是這些新手媽媽 其實彼此大家可以去分享 因為我想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原來你怎樣找醫生 在香港你可以很容易找一個婦產科醫生 但在這裏懷孕 其實大部份如果你沒有特別健康上的情況 不是找婦產科醫生 而是家庭醫生去做 有些是家庭醫生會做OB接生 甚至有些人可以找Midwife助產試 所以制度完全不同 還有在這裏 不是經常可以照超聲波 例如我在香港看世界二醫生 每次見醫生都照超聲波 完全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和這些媽媽分享 甚至用自己的中醫知識 幫助他們產後 如何先稱後補 你生產後第一星期要怎樣做 何時才進補呢 補些什麼呢 幫他們買藥材等等 這些就是我運用我的中醫知識 可以幫助這些坐月的媽媽 其實這個很實際 是呀 但我又想不到十幾年之後 神就給我把我自己的經歷和經驗 原來是可以用在我現在可以幫助的人身上 所以我覺得這樣一回頭看是感恩的 因為每一個經歷 都有它的意義和價值在那裏 特別是你在教會裡接觸到不同的人 你去幫助他們 其實除了你在生活上這樣幫助他們 會不會都能夠把信仰都帶給他們 我想我們事常都說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一定要做一個好的見證 就是我們去傳福音的時候 我不口將道理說給你們聽 而是我希望我可以真的披戴耶穌基督的養成 即我要有耶穌的榜樣 真正的愛和關心別人 去讓他們感受到這一份的愛 尤其是有很多人來讀書 他們又未有那張歐歉健康卡 又未有PR 很多時候你很難去看醫生 也找不到家庭醫生 很多人就算是本地的居民 都找不到家庭醫生 他們有些什麼事 有時候孩子頭暈生氣 或者他們有些得法的事 我和我先生都經常都會 願意他們WhatsApp聯絡我們 我們給他一些意見 有一些是你可以怎樣處理 或者藥房可以用一些什麼藥 有些什麼時候我們建議你 你真的要去看急症室 或者有一些我先生可以幫他處理 我們也會 我們就是透過在這方面去服侍他們 還有我們其實也有 香港人士工裏面 都有一些 例如我們教會裏面有早餐會 就是一個月一次 就是大家一起吃早餐的時間裏面 有彼此的分享 除了會教他們一些怎樣在加拿大 適應這裏的生活 怎樣過冬 怎樣開車 或者孩子讀書各樣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開始關顧到他們心靈上的需要 例如親子關係 或者是夫妻關係 等各樣的東西 還有就是有時候我們就會 給他們聽一些人的見證 包括我們大英姊妹的見證 希望他們去思考人生 現在我們都開始有 Alfred Cores 邀請這些新朋友 有部分朋友 他們是不介意接觸教會 坐著聽著看片 一起去討論人生 我又會覺得 我看到有一些真的願意去冒導的朋友 我們就會在時機成熟 等神的工作 等神的工作 等聖靈的工作 有一天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配合神的工作 你剛才也有說到 你搬到奧泰華 你的先生在這裏開了診所 你自己有沒有在這裏幫忙 有啊 因為我的兒女比較大 我們2019年 由 Kingston搬到奧塔華 我兒子一個已經是六年班 一個七年班 就算有時獨留家 兒童在家中 他們都可以 早上他們回學的時間 我可以上班 所以我在診所幫忙 然後到他們放學的時間 我們便會去接他 而且他和你的同學是卡扑的 所以早上有人送他 放學時間 我去接同學 來互相配合 在診所裏面做事 亦都是給我另一個經驗 因為在奧泰華 是一個很多元文化的地方 我想在接觸的病人裏面 是有四分之一 就是中東或者阿拉伯裔的人 有四分之一就是亞洲人 有四分之一可能是 African非裔人 有四分之一才是歐籍的人 不同的人他們有不同的文化 他們說英文也有不同的Action 包括我自己也有Action 所以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們也感受 原來在加拿大做事 你真的要聽英語 講英語也好 就因為大家的Action的英文不同 有時也會產生一些挑戰 例如有時我要選他們的名字 原來他們說ABCDE 有時ABCDE的發音都跟我不同 它不是英文的名字 就像我們一樣 在拼音的名字 你也想不到下一個字是甚麼字 有時他們說N不是N的發音 J不是J的發音 Q不是Q的發音 你們真的聽得很辛苦 而且大家接受他們的文化有不同 例如某些人某些地方的文化 他們會少說很多客氣的說話 即是你要甚麼都平衡 其實可能在文化裏面 沒有這些字 那些東西很直接 最初你的感覺就是 嘩很pushy 即是有壓迫感 甚至有些人說話的方法 但我後來接觸得多的時候 開始都會想一下 會不會是他們在他們的國家裏面 本身就不是這樣說話 或者有分男和女的不同 即是有些地方 可能是男專的女卑一些 可能這樣不同的時候 它對你女性說話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裏慢慢適應 而不要有時覺得很激烈 要慢慢學習這種心平氣和 而且我明白 因為我們的診所的名字叫阿嘉皮 所以經常提醒自己 既然我們以神應愛 去做這個診所的名字 就要跟這個名字有相符的東西 我發現一個奇妙奧秘 有愛與我同行 從我生命氣息的開始 有愛與我同行 有愛與我同行 誰能夠明瞭 神明的你 是要找尋啊 造我的傷疑 神明圖上的每一步 神明圖上的每一步 有愛與我同行 直到神明氣息的盡頭 有愛與我同行 有愛與我同行 我深深知道 神明不結束 是回到那位 造我的傷疑 其實大家都知道 加拿大現在的醫療體制 都很大挑戰 主要就是人手 支援各樣東西都不夠 病人便會很多 其實對你們來說 這個你們怎樣面對 是啊 經歷了一個疫情之後 其實第一我覺得 很多人的壓力開始很大 因為醫護人員很缺乏 所以很多人是排很久的 我聽過有些人說 有一個問題 懷疑一個像皮膚癌症的東西 是五年去看 因為寫紙不同 這個就說要等一年 這個要等幾年 寫紙都不同 尤其是他們不是住在大城市 而是住在周邊的城市 直到五年之後 寫來這裡要駕駛兩個小時 我們就讓他在兩個月之內 已經可以看到 他已經覺得很開心 是因為他說 我寫了無數 有些是等等 有些是幾年以上 如果你很急 即是你已經爛了 流血了 或者你的年齡很高 或者你本身以前患過癌症 可能你又會優先 但有些人不是 他又不是在這些條件底下 他又懷疑有癌症 可能真的很輾轉輾轉輾之下 這些人其實他們是受苦的 還有因為有些皮膚的問題 他未必會威脅你的健康 或者性命 但會令你心想不舒服 癢症 癢症你便拚 或者睡不到覺 所以他們便會說 盡快給我們時間 咦?要等三個月? 但我知道一般外面很多 正式的專科醫生 可能非緊急的人 等六個月、九個月 才可以看 但我們盡量三個月之內 可以給你 給你很多壓力 有些人不肯放下電話 你問我現在有病人 我要跟別人登記 我遲些便找了醫生 我才回覆你 他也不肯放下電話 我試過很多次 我很挖地去完結 說不行了 之後我會回到你了 然後也要蓋下電話 但我們不明白 有時候我會叫他們 你還未能排排 不過如果我們真的有人取消 有消息的話 我就聯絡你了 或者你拍照 或將你的問題 先電郵給醫生 或者在這段時候 醫生可以教你 用一些非處方的藥 去面對到現在這些痕癢的狀態 因為始終 在人手緊張的情況下 你只能夠分為優次 即是你真的要分為優次 給一些最緊急的人 其實在你現在的工作裡 你有幫助診所 你會不會好像 其實在你做電台工作 在香港的時候 都是同樣是經歷到神的 我覺得是 有時候我聽我先生 經常說有些問題 就是連他都覺得很棘手 即是我經常覺得 人的知識都是有限的 就算你懂中醫西醫什麼都好 你總是看到有些病人 用這些方法都是沒有用的 沒有效的 如果在那時候 我們其實都是 因為我全個團隊 因為我先生的partner 甚至我們的staff 其實都是肌肉圖 所以我們都會祈禱 每天開始都會祈禱 這件事就是求神 一來是保護我們 也求神給我們智慧幫助病人 所以我先生都說 很多時候 一些很困難的個案 有些他需要轉介給一些更加專家的醫生 但有些在他手上 透過祈禱之後 他發覺 咦? 真的可以給一些意念或智慧 知道試一下如何處理 以後可以 以後真的可以在病人身上 病人有些回來之後 說這個無病已經十多年了 但現在來到醫號 我先生經常都說 你不需要多謝我 你多謝天上面的位置 或者有時有些人 他們做了一些治療 我先生是說 其實政府不包 即是比較長者 又或者一些人 我想他們新移民來到 其實都是沒什麼錢的 通常我先生就會是 不需要他們 給政府不遮蓋的費用 所以有些人都會覺得 很有感謝 有些人做完不用 但他們說 我都想捐回 有些人說 我想捐回少許錢 我便說 你奉獻 你去找教會 奉獻他 也會這樣的 我們都會按照情況 因為我們想讓他們知道 我們寫得出來是家皮 那些人問 什麼意思 我們會解釋 其實這代表一種神的愛 比一種love更加 但從神而來的愛 更加包容 更加無條件的愛 透過這機會 就是跟別人說 我們為何會用這個信仰 因為我想你都明白 在這裏 其實未必可以很直接地 跟別人去說信仰 這件事 其實你覺得 在你現在這個階段 神給你的使命是什麼 我覺得搬來 搬去屋太華 都是神的時間 因為我們2019年過來的時候 我們有四間有粵語堂的華人教會 當時我還記得 有一個姊妹跟我說 我們粵語堂 好像黃昏日落 漸漸少人 漸漸很多年紀開始 越來越大 以前年輕人都變成中年 中年那些就變成老年 又沒有新的家庭 第二代 即第二代 講英語的 粵語堂也是遲早有日 可能要變成了長者 變成了長者團契 我們都在說笑 但想不到一兩年之後 香港的社會事件發生之後 我們有救生艇計劃 很多Stream A、Stream B的香港新移民 是來了 很多都是有一些的 就是年輕人過來讀書 或者是剛剛讀完書 他們是可以過來工作的 還有另一些就是有子女的家庭 有些是連有些是子女 有些子女可能來到中學 這些家庭來到外當中的時候 有些是信徒 有些是非信徒 但我們就開始看到 這是一個很大的和場 我們很希望幫助那些信徒主 在這裡可以適應 可以找到他們屬靈的家庭 也很相信神透過他們的來到 將新的東西帶給我們的教會 另外就是一些他們未信主的朋友 但他們也因為在這裡適應的生活 他們又想接觸多些其他的香港人 透過這些途徑 我們就可以接觸到很多不是信徒的人 而他們又不介意和我們接觸 我們又聽一下明白多了他們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原來神在這段時間帶我們過來 其實都是就是見到 他課師到將會有一大堆的香港人 和香港的家庭會來到 而我和我先生都可以在這方面參與這個服事 曾為我死 承擔千萬罪 他的愛把所有罪夠消脆 情願捨身 定婆身距 苦痛 為我面對 尚真痛錯 留我多少淚 尚真痛錯 留我多少淚 主張愛 深深放在我心裏 另一靠處 百變應許 苦惱 愁水盡去 是他的愛 最深的愛 永生主把我 更生變改 讓他的珍貝 愁水盡在我心裏 讓他的珍貝 愁水盡在我心裏 從敢敢住不開 其實你們搬上去沒多久 2019年 尾就開始新冠肺炎歷程了 其實你又剛剛開診所了 其實對你們來說 那個挑戰是甚麼呢 是啊 都 他令我有三年的時間 覺得我對屋泰華都不太認識 因為你知道在封城 我們不至於封城 但當時也是減少 你這裏去那裏去的 所以我們來了之後半年 就要有這些一切的疫情措施之下 其實我來來去去都在某個社區 連屋泰華那些地方 東邊那些 其實原來都不太認識 所以事後開訪的時候 有些人經常問我 你去過哪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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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他是住在哪裏 真的不認識 所以在這段時間裏 就覺得自己好像有三年 可以去認識這個社區 結果少了多這個機會 另一件事就是 因為我們要做醫護 其實真的沒有怎樣停下來 疫情很厲害 又沒有針打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 就把它轉成是電話 就是做電話的 但是有些病人 尤其是第一次來 或者他要接受治療 因為有關於皮膚的事情 真的要看的 我們怎樣都一定要安排 他們來到診所 所以我覺得我們沒有因為這樣 停過關閉的診所 除了我和我先生 我們的 staff 自己感染了COVID之後 就真的不行了 那幾天是要關門了 改為好一點點的時候 就是電話 但是這個時候 也是後期一點 因為後期一點 我記得有一次 放寬我們也有去旅行 因為我小時候都要探望家人 來多人多 來完多人多之後 一翻上屋太華 就中招 因為始終隨著人的流動 這個傳播得比較快 對 就是那段時間我們停過 但是真的是困難的 因為當所有事情 都是在網上 或者只是聽電話的時候 其實我們知道是不足夠的 亦都明白到有些病人 反過來我先生很想他們來 而他們不肯來 因為他們怕會感染到 尤其是一些年長 或者自己有病的人 他們真的很緊張 對你的診所來說 聽起來也不會因為 沒有了病人來 少了收入 搞不好 對你們來說沒有這個問題 對你們來說 也有收入少了一點 因為你電話診證和面對面診證 政府比你的標準不同 對 但是起碼都可以維持到 因為我們也有時聽到 醫療的機構 因為病人不敢去看醫生 變成真的少了很多病人 你知道又要給泡租 是的 變成有時可能在經濟裡 不太能應付到 即是有些真的 維持不到很無奈地要 真的結束 當時政府也有些應急的 是的 以及以我所知 醫學會的時候也有一些 不過當然這些是借 全部都要還的 是的 其實你看回整個成長的過程 無論你工作 你未後做了媽媽 過來加拿大等等 你有沒有什麼經文 其實對你也是很有幫助的 是 我有一句說話就是自己很喜歡 亦都事常用這句說話 去提醒我的兒子 就是在針妍裡面有一句說話 他說 不可以靠自己的聰明 在一切所行的事常 都要認定他 你要專心養賴野和華 第一句是 我記得 我的兒子 在Christian School畢業的時候 其實我們家長要送一句 聖經的說話給他 我和我先生都選了這句說話 送給我的孩子 亦都是送給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尤其是 你讀書多的人 你總是以為自己很聰明 或者我經驗多的人 總是會覺得 用我的經驗 用我的知識 可以去了解 理解很多東西 或者拆解很多東西 但是 就是正正這件事 容易使我們的人 其實是驕傲 或者甚至 我們會成為有些盲點 看不到的 但是 神卻是 才是智慧的開端 所以我覺得 知識和智慧絕對不同 所以我覺得 我們真的需要 養賴野和華 在神那裡 希望神給我們一雙眼 可以看到 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我們的盲點 而亦都要學曉 就是謙卑自己 不要第一件事馬上說 嘿 我知道 我覺得是怎樣的 或者我即時的理解就是這樣 我很知識 讀了很多書 其實那些東西 一切在上帝 無限的知識 他所知的東西裡面 其實我們所知的東西 只不過是一小部分 正如 我初出茅廬的時候 做記者的時候 我會知道 其實真相不是我們所看到的 就是這麼簡單 這麼表面 而只不過 我們不是靠人的努力 去看完所有的真相 就算我今天有很多東西 我是不知道的 因為我們能夠理解的有限 神才是知道一切所有的 對 有些東西我是不知道的 不要緊 打一個 question mark 我可以把這些 question mark 帶到神的跟前 但是就不要覺得自己是一切的 我知道了 我能夠掌握了 那你人就很容易驕傲 很容易有偏見 很容易會有盲點 所以這個送給自己 送給我的孩子 希望他長大 都是以這句金句 銘記於他的心 是的 其實我想有時候 特別是我們所做的工作 很多時候要運用一些知識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靠了我們的知識 也沒有辦法 有時候 就算是基督徒 都不太記得 你還沒去找神 其實 經常的祈禱是放在後面的 這個東西不合 A不合 B不合 第三個才是去到神那裡 去到G那裡才是God那裡 我就覺得 這件事經常都要提醒自己 譬如說我們懂的東西 或者我們先從知識的角度想 我和我先生 真的有中醫、西醫的背景 但是我剛才也提過 我的第二兒子 是一個有敏感症 和濕疹 他小時候 其實就有很嚴重的濕疹 神也是透過他 給我們一個學習和教導 雖然我們有醫學的知識 但其實在醫學的知識上 都不等於 可以令我兒子沒有了濕疹 即這個濕疹的情況 是只能夠中期一生去 我們叫做manage他 即管理好他 怎樣在他發作的時候 去減輕他 然後就是平日的時候 怎樣去控制他 這個摸索 我們都是真的在祈禱裡面去學習 真的不是用知識可以搭救 因為你會發覺 你要去照顧一個有濕疹的孩子 他那些懵疹 因為他很癢 受苦BB 又不會懂得說什麼話 他們都不懂得表達自己 當我自己親身要做這個媽媽去照顧 可能我體會到 有些病人 他的父母其實都很難照顧他 可能他有這個 去明白他們的心 對 藥膏用盡了 所有的東西用盡了 可能你也是看到 好了幾個百分之 但是我學的一件事 就是在祈禱裡面 尤其是他睡不著 他癢得好 我下了藥 他都是爭癢的 我唯有求神 你讓他今晚可以很安睡 見一步走一步 每一次一個祈禱 就是這樣走去跨過 今天感謝神保守 他去了青少年之後 他的濕疹 其實現在好了很多 可以說是幾好 當年章良 他繼續去面對壓力 面對其他事情的時候 這個濕疹又會不會發作呢 不知道 但正如你所說 不要靠自己的知識 忠意細意搭舊 都未必解決我自己孩子的濕疹 其實你自己的兒子 在經歷裡面 會不會都其實幫到他 對神的信心 我也有的 因為我想是 還有一來我們小時候 都是送他去Christian School 那我也覺得他們學習一件事 就是小時候學習一些東西 不是必然的 要是去祈禱的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兒子小時候 有一次有一個報告說 可能有龍卷風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說 媽媽有很大風 天氣不好 你要祈禱 祈禱爸爸可以平安回來 因為大風有機會傷害人 他說了一些很大人的說話 告訴我 他說 不要當這些安全不是理所當然 他當然不是用這些字眼 我忘了他用英文跟我說 不是一定是理所當然 我們要祈禱 祈禱爸爸可以平安回來 有一次我發覺小朋友很有趣 他透過他們的口 說一件事 他說 耶穌為我們預備了一條路 那條路 他好像跟他父母說的 他說他預備了那條路 不過那條路是一條窄路 是的 我們那條窄路 不是人人都喜歡走的路 但我們選擇走一條窄路 然後我心裡想 兒子明不明白什麼叫窄路 即他用英文說 其實他領立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做一個跟隨耶穌的人 走那條路是不容易的 而那條路可能是其他人告訴你 不是那麼好走的 不喜歡走的 我有時覺得 就是透過孩子口裡說這些說話的時候 我知道神在他的心裡來動工 讓他明白很多事情 不是理所當然的 現在我兒子去學車 十六歲了 現在去學車 每一次上車之前都要祈禱 因為他知道 在車裡的平安都不是理所當然的 就是要求神給他這個 同在神的同在 神的平安與他同在 那他師父有什麼反應呢 我就不知道 因為他跟我一起 有時我們讓他駕駛我們的車 他一駕駛我們的車出去的時候 在學習有四連排的Fuji 就可以坐在他旁邊 我記得每一次 他們都一定要先在這裡祈禱 那我就覺得 兒子也知道學習要依靠神 那真的很感恩 都感恩的 不過我很希望 我聽過很多人都明白 當孩子離開了家 去到大學的時候 或者他的工作的時候 總是有很多其他的優次 可能把神放在越來越後 所以我都希望趁他們 還在我身邊的日子 希望他可以建立一個Faith community 他有一群朋友 他的朋友 因為我經常覺得 他的同輩真的很重要 他有一群和他一起走信仰路的朋友 就會對他來說是好很多 父母也好 永遠不可以這麼多時間 但在他人生裡會陪伴他 還有就是祈禱 祈禱神 用他的慈誠愛索 終生引導我的孩子 我覺得作為父母 雖然我可以一生陪伴手在他旁邊 但神給我們一件事 就是做父母的權利 就是為祈禱 無論他在身處河地 什麼在做什麼都好 我們都可以為他祈禱 又或者你今天覺得你的孩子 跟神走得遠了都好 都可以祈禱 因為我都聽過很多的家長的分享 透過祈禱 就算是離開的孩子 都是可以回家的 另外會不會也有一些詩歌 其實對你的成長都是有幫助的 有一些詩歌是很啟發的 譬如說有一首歌叫《信靠討告》 《非我遠去之地,非我遠去之路》 我聽到這句詩歌 我經常覺得 我來加拿大 《非我遠去之地,非我遠去之路》 但是當我決定 很相信這是神的帶領的時候 我就要踏上這條用信心去走的路 雖然我經常說 用信心去走 不代表它不是一條崎嶇的路 一樣是崎嶇 但我相信神擋了最大的石頭 雖然有些沙石會飛過來 但神已經把我擋了最大的石頭 給了我一個很大的保護 所以我今天才可以 跨過種種的適應 其實移民後三年是挺難過的 但過了三年之後 真的開始慢慢走 走得順那條路 神都給你們力量 可以成為現在新移民的祝福 是的 我想不到我流淚的日子 原來可以成為別人的鼓勵和祝福 因為我才有那種同理心去明白別人的感受 因為我想很多現在來的香港朋友 他們是很捨不得離開香港的 很迫不得已覺得為了他的家庭 或者為了子女 或者為了自己而過來 很捨不得 一定很捨不得 香港本身是土生土長的地方 很捨不得家人 很捨不得朋友 或者一切建立你的事業 你所有的東西 但當你要放下所有的東西 去到一個很陌生的地方 你可能之前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 你想像不到有多冷 你想像不到不懂得開車的世界 你想像不到要傳英語的時候會是怎樣 因為適應是很不容易 或者有工作變成沒有工作 就好像我這樣 就變成做一個全職媽媽等等 或者有工作的都在找工作 可能你會很多時候 做不回以前的行業 要放下身段 這些適應真的 是一點都不容易 所以我們希望 以過路人的身份去支持 亦都去和他們去走這一條的路 在這一段時間裏面 今天很多謝林淑蓮、蘇姨 和我們分享了移民的經歷 和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戰 遠神繼續祝福你們 你們整家人都可以成為別人的祝福 謝謝你 讓我有機會可以分享神 如何透過我的經歷去看到神的工作 也希望每一位聽到的朋友 希望你們都可以看到神 在你的生命裏面 可以有什麼奇妙的作為 謝謝你 拜拜 謝謝 每四周 沒拍得多展覽 賢咕咕咕咕咚 主人军孔永無電膽 無盡口我 指黑我心中明驚 甚至有你 老认是你 姐姐 姐姐 唉 什么事啊 睡着 我要去洗手间 唉 我给你就去吧 你陪我去啊 唉 不是吧 你害怕什么 我害怕鬼啊 害怕鬼啊 唉 那你又要听一下 幽牧师的幽灵浅谈 了解多些灵界的事 知道怎样去面对 你就不会害怕的了 但是 你现在陪我去洗手间先了 唉 好 第十二讲 基督徒被鬼父的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幽放学牧师 又是幽灵浅谈的时间 我们在这里讲故事 讲人生 讲讲生命的事情 欢迎来这里收听 这一集是第十二讲 我相信如果你一直有跟着听前面十一讲的话 你此时此刻 应该已经对灵界的事情 有了基本的形式 你会知道什么叫做鬼者 归也 你也更加知道 今天我们看到的邪灵烏鬼的行动 他们背后都是他们的老大哥 撒旦魔鬼 同时听众朋友 你都会意识到什么叫通灵的故事 知道原来我们有很多时候 是开了门 让邪灵烏鬼有机可乘 而进入了一个人的身上 接着就不会离开了 所以我们要赶逐烏鬼邪灵的时候 就不得不先进行反宣告 就是denouncement这个行动 意思就是说 我们昔日 小孩不认识世界 开了门 让他们进入了 故事以后反宣告昔日的行动 对神承认 我们当时是无知所导致的情况 听众朋友 在这里 我不得不重申一次 如果我们知道有邪灵烏鬼的事情 你就不能够不承认 这个世间都会有神 而且这个神是真神 如果是真神 当然就是独一的真神 不是那些满天神佛的那种神 所以当我们说要 做赶逐烏鬼邪灵的事的时候 我们就要承认 认识这位的真神 而向祂祈求帮助 因此 听众朋友 如果你或者你的亲人 今天遭遇到邪灵烏鬼的搅拥的时候 你如果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你自己或者你的亲人 就先要接受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真神 主耶稣基督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 你可以打电话 给恩与之声的热线 那里的同事 会很乐意 来让你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 所以当我们认识了 世上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对被鬼附的人 真相那些邪灵进行起体的行动 要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进去 他们的数目有多少 他们功能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坚持不离开等等 这些问题 而且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他们回应 然后我们上两集 也都讲到赶鬼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要进行驱赶邪灵烏鬼的事情的时候 就需要有一些事情的准备 例如讨告 要有很足够的信心 有时候还需要禁食 最好就准备好一些要背诵的经文 甚至就是让这些邪灵烏鬼听了都会害怕的那些经文 将他们的结局勾勒了出来 当然我们也都可以准备一些 和主耶稣基督的补血有关的诗歌 可以作为背景音乐来播放 又可以在赶逐邪灵烏鬼的时候 在唱 增加一种能量 让那些邪灵烏鬼 知道主耶稣基督的补血 是可以怎样遮盖了我们的罪 以至这些邪灵烏鬼想用我们的罪来控诉我们的时候 就会失效 不过上一集我们都提过 虽然这些事在我们的自己生活的环境里面 常常出现同时也在坊间里面 都有很多这类的电影电视作为桥点 但我们往往都不会将自身的这类的事情 说出去 反而是一种忌毁的感受 原来这种就是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作衰的 甚至连在基督教圈子都有这样的状况 即使提出来之后 还会有意无意被人禁止 说会吓人 唉 听众朋友不知道你会不会突然之间感到一个疑问 就是既然基督教所穿称的神是真神 是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就可以将烏鬼邪灵 由被鬼附的人身上赶到出来的话 那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的呢 又或者是信了真神耶稣基督的人 会不会有机会被鬼附的可能呢 没错 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真神是被视为宇宙的创造者 和人类的保护者 他的爱和力量是无所不在的 但是在这个现实的生活里面 我们会有时遇到一些基督徒被鬼附的情况 这个情况似乎对我们 对神的保护好像有些冲突 所以今集我们尝试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为什么基督徒都可能会陷入被鬼附的情景呢 以及如何融入一些圣经的根据和经文 以至我们可以探讨信仰和现实那种交错的情况呢 然后我们探讨一下 如何用信仰作为依归 克服这种现象所带来的挑战呢 首先我想跟大家读一下 一个圣经里面 马赫福音第一章23到26节 这里是这样说的 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 他哭叫说 那撒纳人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神的圣者 耶稣扎避他说 不要出作性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污鬼叫那个人抽了一阵风 大声哭叫就出来了 听众朋友 你应该听得到吧 原来在圣经里面都记载了 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 有一位信奉耶和华神的 犹太人都会有被鬼附的现象出现 并且在耶稣面前呼吸 耶稣就命令这个邪灵离开他 在这里表明了什么呢 就是说即使在耶稣的时代 鬼附的现象都曾经存在 而耶稣透过神的权兵 能够治愈这种情况 同样的 今天的基督徒 都有可能面临类似的情景 这个就要我们面对一种信仰的力量 和人性的脆弱的那种光景 基督徒的信仰 强调神的伟大和爱 但是圣经都提到人性那种脆弱 例如马太福音26章41节 就给我们看到了 耶稣告诫他的门徒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这里表明 即使基督徒深信神的保护 他们的肉体和心灵 都可能受到外界的诱惑和攻击的影响 而这种的诱惑和攻击 可能导致基督徒的信仰 受到动摇 使得他有机会陷入了 开了道门的那种状况 而被鬼附 再说 基督教的信仰 是尊重人的自由意志 并且承认人可以选择 走向不同的道路 所以你想想 约翰福音八章44节那里讲 耶稣指出魔鬼就是撒但的父 他是说方者和罪恶的源头 如果一个基督徒 选择走向邪恶的道路 他们可能就会自愿打开门 给鬼附的一种风险 这个人的选择 不是神的限制 而基督教的信仰 也都教人 怎样来透过祈祷 灵修 来遵从圣经的教导 保持我们对神的依赖 来避免这种开门的风险 但是基督徒的灵命成长 其实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所以你想想 诗篇那里有个说法 就是119篇第11节提醒我们信徒 我将你的话 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这里告诉我们知道 基督徒如果要深入了解圣经的时候 他就会越来越来与神亲近 而他透过祷告 读经 灵修 基督徒就可以强化他们的信仰 而且面对一些诱惑 就更加能够坚定 立在神的保护之下 所以《二符所书》第六章 第十一到十二节 告诉我们知道 那里有个使徒叫保罗 他提到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来抵挡魔鬼的诡计 有一点我们值得要特别留意 对我们华人来说 有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就是我们长辈在我们出生 没多久 或者我们很小的时候 会将我们赶上契给黄大仙 观音菩萨等等这些偶像 而往往这些邪灵乌鬼 就借着这种机会 就假借自己就是这些偶像 而附上在这个人身上 而这个人日后 即使信了耶稣 但是因为这些邪灵乌鬼 早就已经先一步在这个人身上了 故事基督徒都原来可以被鬼附 即使他后来信了耶稣 然后他仍然是有鬼在里面 所以听众朋友 这些细节或者不同的个案 或者我们日后会慢慢慢慢一个个 跟大家说 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在这里就来到去让 和听众朋友说一声 下回再见 平安 上帝听土告 恩语听倾诉 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 将来需要祈祷的事 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讨 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